被把故事 咬人的便器 现在是午睡时间 咦 有老鼠 好鲜啊 好吃 蛋糕真好吃 他们偷吃了蛋糕 又要去干什么 这是什么 进去玩玩 不要啊 不要啊 快停下来 一点都不好玩 这是什么 我害怕转动的东西 还是不要碰了 我让它停下来 好痛 跟你说了不要碰的 你真不信 哇 原来这样就可以使电扇停下来啊 这个动作太神奇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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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谁在那里啊 啊 小老鼠 快醒醒 快醒醒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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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贝拉 我们只是想来吃蛋糕 没想到你们家里有好多哑人的天气 先是他被拽晕 回划破手指 接着又被打晕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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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爸爸 你知道吗 家里的好多电器都会咬人呢 是很危险的 比如 插座 洗衣机 灰波炉 电风扇 你可千万不要碰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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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